《佛说出家功德经》 佛说出家功德经 继续 此皮罗善罗 Virazina 以一日一夜出家故 满意十劫 不堕地狱 饿鬼畜生 常生天人 受福自然 最后仁宗 生富乐家 财富珍宝俱足 藏年已过 诸根熟事 维护生老病死患故 厌世出家 剃除苏法固 身披法复勤修精进 印度人喜欢这样 这个 Virazina 因为他一日一夜出家 满意十劫 都不堕地狱 在六欲天内不断享福 又不堕恶鬼 又不堕畜生 常修天人 后来 投胎做人 最后提胎 投胎做人 投胎做人 还要生在富贵家 一日一夜 出家 他就 去到 年纪大些 藏年 藏年已过 藏年已过 通常是四五十岁 藏年已过 子女已经大了 便出家 因为 印度人喜欢这样 或者他真的在印度也未定 不是印度也未定 这里没有说 他就 畏惧生老病死患 厌世出家 替除苏法固 生披法复勤修精进 持四威仪 什么叫威仪 昨天有没有说过威仪 比丘有多少界 250界 比丘有250界 比丘有348界 250界里面 有多少界是关于威仪 当然你也没有250界 你也不明白250界 我可以跟你说 250界里面 只有四条是界 二百四六界都是说威仪 四条是什么 杀生偷盗邪人妄语 其他全部都是助长你的威仪 所以出家人的威仪很重要 不可以摇脚 不可以男女独处说话 这些全部是威仪 所以威仪本身就是界 但如果出家人不着重威仪 他就不着重戒律 以前有位莫见年尊者 未归向佛的时候 和他的弟子 经过市场 见到一位比丘走过 他就受这位比丘的威仪 所感动而问他 请问这位大德 你的老师是哪位 为什麽你的威仪 我一看你的威仪 我立即感动 你都不用说话 我一看你的威仪 看你的行路 看你的神态 我就知道你是修道者 这个比丘是谁 马性比丘 马性比丘 你的老师是谁 我很想跟你的老师学 你这样的威仪 你的老师 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 他告诉他 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说了什麽 马性比丘回答他的说话 我老师所说的 简单来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是书 就说了四个字 目见连尊者就开悟 就随着马性比丘 去释迦牟尼佛道 领导他自己有些弟子 就出了家 一句说话就出家 我说七日你都不会出家 别人一句说话就出家 六祖怎样出家 六祖为能大师不识字的怎样出家 他丹柴经过一个地方 一个书斋里面 听一个书生 一个《金刚经》 读到什么 英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一听到丁寒 他要求他回去 跟他老母说我要出家 他老母肯成就他 他老母肯成就他 现在你妈妈成不成就你 你的臭女 我养到你这麽大 你现在要出家 有没有搞错 你不知道 但那些伟大的母亲 他还怎样说 跟六祖为能说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 尽量照顾自己 这个为能慈别的母亲 是一段故事 你有没有听过 池北堂书的那封信 看过举手 池北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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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 有一位修行人 他出家 就写一封信给他母亲 他母亲又回了一封信给他 你看他两人通信 这封信 是很感动的 记不记得 那个叫什麽 导山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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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北堂书 Google有的 三点水的导山梁界 那封信 告诉他母亲 为何要出家 怎样怎样 不是很长 但里面充 扬日了母子之情 就不是在情感的情 因为他想道他母亲将来 以公德回向 给他母亲而出家 里面很感人 他母亲回了一封信给他 他的封信叫池北堂书 他母亲辞回了一封信给他 他母亲辞给他的封信 比他儿子更感动 比他儿子给他的封信 我现在说 藏年已过 他诸根熟事 维护生老病死 患故 厌世出家 如果要出家的人 怎样都要厌世 厌世的意思 你一定要知道世间的痛苦 若你活到现在几十岁 都说 这个世间有甚麽痛苦 没有痛苦的 我多好 痛苦是要经过人生的经验才知道 有些人经过经验的痛苦 也不会觉得痛苦 当然有些人的痛苦会多些 有些人的痛苦会少些 看你的业力 看你以前的修行 你以前修行得好的 你的痛苦就少些 你以前布施得多的 很肯布施出去的 这一世的财富多 你有财富多的时候 起码在资财方面 没有缺乏的痛苦 如果完全没有钱 那就住棺材房 对吗 棺材房现在四五千元 现在香港不止有什么劏房 还有棺材房 棺材房是你不够站起身的 你一进去就是躺在这 这才叫棺材 你不知道有棺材房 在这住得久的 不知道就有棺材房 劏房就有了 劏房有大有小的 我们以前都是住劏房 不过是大一点的劏房 我们在九龙城住 谁在九龙城住 没有 有九龙城 我们在九龙城 牙全朗道 牙全围道 后横道 那些地方住 在1956年代 香港还未发展 地铁都还未有 我们那时住什么 住一个单位 七八间房 一定有个包租婆包租工 你看《热雨残变》也看过 陶三姑那些就包租工 高佬全 陶三姑就是包租婆 高佬全就是包租工 当然是用这两个人做的 张活游当然是做那个 很有正义 不是张活游 吾楚凡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记不记得 我们做人 不应该吃碗面 反碗底 但现在也不知为何 怎样吃碗面 反碗底 即是反骨 反骨 所以 这个世界 痛苦是有的 看你知不知 你以前的修行好 你的痛苦就少 你以前常常是布施 你现在有很多钱 钱会来找你的 如果以前布施得多 钱会找你 你不用去找他 他来找你 如果前世布施得少 各样东西都不肯捐 不肯帮助人 这一世就窮 但如果前世布施得多 今世富有 又有问题 他有钱自然有人找你 你的女朋友 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嗜好 慢慢有很多恶杂 又结业 结业之后 下一世又失败 所以 不稳定 你说我这一世挺好 我太太也好 我又有钱 我现在这样也好 下一世不知 速速修行 好 我现在继续 四威而上行正念 观于五音 虎空无我 他还明白佛理 什么苦 人生的 八虎 二虎 三虎 八虎是什么 生虎 老虎 病虎 死虎 爱别离虎 求不得虎 怨憎回虎 五运是成虎 每一虎为什么要明白 如果你想横扬佛法 一定要把这个虎搞清楚 人生有什么痛苦 也说不出 这是人生具体的八虎 二虎 二虎 通常是说个人的 有内的痛苦 外的痛苦 外的痛苦就是身的痛苦 身有身老病死 身会病 会死 心 抑鬱 憂愁 妒忌 小气 叫 喘 狂 福 那些不是痛苦 内外的痛苦 还有苦苦 还有三虎 苦苦 坏苦 行苦 苦苦 坏苦 行苦 包括天灾 人祸 水灾 最后 城市一个数字 云大 湖 风 风 tsunami 业 区 那些痛苦 战争的痛苦 你看战争的时候 中國承受的痛苦 你看日本侵华的时候 100万的中国人民受宰杀 南京大屠杀 一侵佔南京 完全是大屠杀 杀了多少人 现在还有很多YouTube 所以YouTube内有很多资料 当然看YouTube的资料要选择 有很多不雅的资料 有很多历史性的资料 要留意每看一件事 就入了阿拉耶识 入了阿拉耶识 就有了种子 如果经常看的都是Ponel 很大件事 为什麽 经常入了神识 不断受神识感染 如果看的是什麽呢 看的是人们的inspiration 看别人怎样成功 看别人怎样去法奋 或者听佛经 或者听那些 警励性的东西 又入了你 但人们喜欢看什麽呢 看些不雅的东西 为什麽呢 那些会令到你有欲望 那些会令到你加强欲望 那些完全是将你的神识污染了 要留意这件事 尤其是留意 你的年轻人看的是什麽 辟知佛 Pratyaka Buddha 名义留帝 他的名字 于是时 放大光明 多有人天生于善根 令诸群生 重于三性 即是大性 中性 小性 解脱因缘 后来这个王子 附生在富贵家 去到壮年之后 即是老年时 他出家 出家心老病死的苦 真真正正修行 他成为辟知佛 什麽叫辟知佛 辟知佛 佛没有在世 完全没有佛 我们有没有佛在世 有 释迦牟尼佛 佛去世后 我们有佛经 但辟知佛的人 那些人修行的时候 第一 佛不在世 第二 并无佛经流传 怎麽可以成佛 怎麽开悟 他是靠 观十二因缘的流转门 观世间的流转 他怎麽管观 十二的方法去观世间的流转 世间的无常苦空 烦恼的起源 他怎麽灭除烦恼 没有流转烦恼而开悟 他没有我们这麽有幸运 我们有佛经体 释迦牟尼佛在世时 还可以亲印到佛陀 还有这麽功争大德 他那时是靠自己去修行 他怎麽样呢 他知道 业一切的 卡玛 是由无名 ignorance 是因为愚痴 所做的 我们有无名吗 有 我们的无名基本上是 在哪裏 在心裏 我记不记得 我说 打坐时 不要让你心裏的 internal commentator 评论员 你心裏的评论员 戴着有色无名的眼镜 看一切人生 所以 戴着无名有色烦恼的眼镜 看人生 会产生妒忌 愚痴 差疑 嬌 痠 狂 贪 亲 痴 都有这些 但无量劫以来 你都戴着眼镜 那些叫无名眼镜 你就不知怎麽意思 看什麽都是 没有人的智慧那麽好 没有人容易开悟 你做什麽是很自私 你做什麽都是求财求名求利 你做什麽都是喜欢热闹 你喜欢应酬 你不喜欢修行 你不喜欢静 你喜欢动 动得来有很多烦恼 这就是 招感生老病死的生命现象 有几多个是愿意 返往归真 转返成圣 转 转名利成觉悟 或者 转去陈骁的俗世 走入去优雅 清静的环境去修行 有哪几个是这样 为什麽 身在江湖 身不由己 可能你有子女的责任 可能你最于名利还要追求 你还未放得下 慢慢受苦 不要紧 始终有一天 也好 你中了这个因 你中了这个因 继续流转生死 始终有一天 你会回头是岸 金文泰总督 已经写在香港 回头是岸 人为何有老死 因为有生 你不生出来 怎会死 因为你生出来 为何你生 因为无名令作业 作业令你流转生死 辟子佛的修行人 是这样想的 从一层一层去想 第三他想 生是从善国行为 有业力 又不是有业力 所以带着业力 去投胎六度轮回 当你投胎的时候 如果从唯色的角度来说 你是怎样投胎 说出来 去之后 是什么 神色投胎 这个神色叫做什么色 阿赖耶色 这个阿赖耶色 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现时来说是能量 你所做的一切 都已经记录在阿赖耶色 阿赖耶色的memory有多大 记忆力 无量大 无量大 为什么 它是无形无相 有形有相合习 无形无相是无崖 即是好似我们 吾生也有有崖 知也无崖 以有崖 俗无崖 台义 老子说的 我们的生命是有 有断落的 是很合宅的 我们以合宅的生命 去追求 不生不灭的 开悟的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很困难的事 但不是代表不可以 但也可以 但你有没有这个毅力 第一 你有没有发愿 昨天也说过愿 如果里面有一个自我形象 你要做这件事 起码有个形象 即是 完全没有那个欲 这个欲不是要你情欲的欲 有些人说 佛教徒无欲 怎会无欲 佛教徒也有欲 但这是什么欲 三样欲 先说两样 善欲 恶欲 如果想成佛是什么欲 善欲 善欲也要抛却 有三个欲 叫正欲 因为你到成佛阶段 何来有二元对立的善与恶 有善也有恶 有恶也有善 生从恶业力 投胎六度轮回 行为有业力 是因执取贪亲疵 烦恶而生 取又因为贪爱而来 爱又因为受外境的苦乐所引起 受又因为接触外境所生的受 触是源于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执着色声荷味触法 大家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执着色声荷味触法 有没有 分分钟秒秒钟再执着 执着了你都不知道 第二 第九 六入即由明识所形成 明识即是身心 因为有身心才有这个明识 明识由业识投胎所招感 识投胎是由过去的种种业力行为力量驱使 各种行为造作归于无名烦恼 缺乏智慧 即是无名又回到这一 去到十二的时候 分析之后又是因为无名 又无名又带动这麽多样东西 又是因为无名又投胎 如识者叫做十二种因缘 The twelve dependent origination 如果用梵文说 Patticca Samuppata 或者巴黎文又叫做Patticca Samuppata Patticca Samuppata 在南传佛法 泰国 缅甸 他们唱出来的 很好听 或者日唱 无名原行 行原色 名色六入足受爱 取老生死 一直唱出来的 现在Google 到YouTube 有一位 比丘尼 是南传的 在印度日 在缅甸 他唱Patticca Samuppata 唱得很好 Patticca Samuppata 是唱 将十二因缘唱出来的 这十二因缘的流转 因此流转而有 辟知佛 他想还灭 他怎样还灭 如果不受生 便可以灭老死 不想受生 便不应该去造业 如果没有业力 便不会执着妄取世间的一切 如果不取 便能消灭贪爱心 如果不贪爱 便不会感受落境 如果不受便不会去接触 不接触便不会有六根 接触六尘的contact 不入 不成六入便不会有名色 有身心的投胎 要灭除名色便要空调这个色 空调这个色即是 不要执着了这个没罗色 我执色 要空调业色便不应妄作错误的业行 没有业行便自然破无名 无名一破 生死便断 我现在很简单解释 我认识十二因缘 因为我这么少时间 十二因缘 Pateachya Samapata 要讲几个小时 逐个逐个分析 这个十二因缘 就好像整个生命的过程 但南传解释十二因缘 每一念头都有十二因缘 大家明白吗 但我未讲十二因缘流转门 大家有听过举手 你曾经听过十二因缘流转门 听过 通常我们中国人解释十二因缘流转门 就是以过去 现在 未来 如何投胎 如何业力 业力之后如何入生死 但是 南传佛法解释得更加精细 每一个念头都是十二因缘流转门 如果大家想听 怎样分析到每一个念头都是十二因缘 你要听谁呢 Batain Phunadji 这位大德 他是 印度人 是英国很出名的医生 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出家 他是老科的医生 又是心理学的医生 是印度人 去了英国 读医科 在英国执业 后来他出家 他现在七十几八十岁 叫做 Punad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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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加了个字 Bhante Batain Batain Punadji 他说的英文很流畅 很慢 你逐句听他 你会学很多东西 他能够说到 十二因缘流转门是每一个念头 里面也有十二因缘流转门 并不是过去 前一世 现代 未来 大家明白吗 这是我解释什麽 十二因缘 匹之佛 匹之佛就是这样去打坐 匹之佛也要打坐 才能观察到十二因缘流转门 也是要禅坐 现在走到上面 现在说 承匹之佛 这个 Villazina 这个王子 最后下生 投胎做人 他五六十岁就出家 出家后 真真正正修行 他就成为匹之佛 匹之佛也导人 不只是大圣佛法 他导了很多仁天 生善根 令诸群生 忠于三圣解脱恩缘 你需要知道 成佛多元是医王 大医王 我们的出家人 如果是弘扬佛法 都叫小医王 小医王 是医治人的心 心是最难治的 所以每一个出家人 如果我们严格来说 追求生命解脱 令别人解脱的修行者 令人生命 缺得永远永恒的解脱 并不是这一生的身体 减少痛苦就算了 令人 永远超越生死苦海 这是很神圣的任务 这个任务 让你做任务 都更加如圣 你愿不去参加这个行列 你已经参加了七日 三日 但是 我们当作是一个行业 做这个行业 是很苦的 因为你要修行 你要自己懂得如何修行 自己稍为有些开悟 才可以到别人 而且在修行的途径里面 不是每一个 生命解脱追求的修行者 令别人 追求生命解脱的修行者 都是同样一样的智慧 有些智慧水准高 有些智慧水准低 所以如果你说 我想参加这个行列 但我听到别人说 不出家就好 一出家 背上袈裟就试更多 你弄错了 你弄错了 为何试更多 因为你 入了那个行列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有很多错误 你知道自己有很多杂气 你以前遇到这个杂气 就是跟别人斗 因为怎样 我需要让你 我是这样 你是这样 最多我不跟你联络 或者我骂你一生 你骂我一生 最多罪更再不适合 我告你你告我 就算了 你去到那个地方 不是的 他会指出你这件事 不是这样的 你的杂气 因为你自小形成了这个杂气 有时 对方的人 可能智慧水准没你那么高 他冤枉你也有 你说的事不对 那不要紧 冤枉你的时候 我训练我的忍耐力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一出了家里面 大家全部都是清静的 全部都会骂你 全部会骂你那些 不是寺院 是你家 你家里不骂你 他便走 你家里的太太 你先生不骂你 再不骂就离婚 这样解决 这里不是这样的 你明白吗 所以你进来是省拆自己 所以 是很艰苦的 如果你是真是一个修行人 是很艰苦的 但是 经过艰苦 才能看到成绩 好像你今天 你今时今日 你出家那七天 你有后路 七天我走人 但是人人永远出家那些 斩了一条桥 不回头 那些才会收到行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他的军队去打仗 当然我们不是 叫人去侵脸战别的国家 他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 他烧了他的船 烧了他的锅 他没得回头 他又会打胜仗 到时不够打的时候 便走人 在船等着我 船都停在这里 到时我们不够 知道怎样回来 那些打不胜仗 斩了你的后路 便可以 所以 出家人的生活 和在家人的生活 不同 在家人的思维 我一定要有后路 我不能这样 最多是离婚 但出家不是 你一定要守下去 怎样困难 要磨练自己下去 磨得多磨 人家十年之后见到你 你是谁 我是什么 你完全不同的样子 脱胎换骨 你明白吗 好 继续 以时 阿难 叉手百佛言 世尊 若当有人 放人出家 若有出家者 任其所需 得己所福 若若有人 毁破他人 出家因缘 受何罪报 惟愿世尊 巨尽告示 阿难尊者 觉得这个时机 是要问佛陀 出家的因缘 一日一夜 可以有这么大的福报 如果出家有多少福 你知道出家有很多阻力 如果阻人出家又会怎样 佛告阿难 与若具满于百岁中 问我此事 我已无尽智慧 除饮食时 满百岁中 广谓语说 此人功德 又不能尽 他只是说 你想问我 出家时 这个人的福德有多少 我一百年 日日讲 都讲不完他的功德 世人行生于天上人中 上位国王 受天人乐 若有于此沙门法宗 使人出家 若复迎了出家因缘 在于生死终上受快乐 我满百岁说其福德 不可窮尽 是故阿难 与满百岁尽受问我 我自列盘说 此功德亦不能尽 先讲出家的功德 出家的功德 大到不得了 非常大 出家的功德 这裡讲出家的功德 我又讲些 我还有十分钟 我认为出家 我认为出家和人的关系 有三种 一种是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 要出家 一些后知后觉 也是出家好 一些不知不觉 出不出家都不知道 出家又怎样 出家又怎样 根本没有这个修行的想法 他每天都在财色名食碎里面打滚 至死了那一日 死了那一日又在财色名食碎里面打滚 去哪里呢 地獄恶鬼 畜生又未定 天人又未定 不知道去了哪 都找不到他 所以如今世 你还有眷属的眷恋 我儿子 我女儿 我老公 我老婆 你前世都不知多少子女老公老婆 你现在又为这个老公老婆又不舍得 全部都是家眷的恩爱 牵传至你 先知先觉的人是怎样 生于富贵贵家如出家 富贵鹤道难 这些先知先觉的人 我想只有1%左右 2%左右 释迦牟尼佛是先知先觉 他身为王子 享受一切王子的享受 他都不要 我们就不是 我们要追求王子的享受 他就不是 他有了王子的享受 他都不要 我们不是 我们想什么呢 吃好住好 有名有地位 我们要追求这些 有些人追求这些 会不择手段 有些人是循正路去 又算你成众去 有很多繁衣 会繁衣令作业的也会有 这些是先知先觉的出家者 是很少人的 后知后觉会多些 他经过痛苦而出家 他结过婚而出家 知道结婚的家见烦恼而出家 他受过苦而出家 有些人是病过 知道人生是痛苦的 我现在 华法师叫我药师经 我现在好了些 现在希望不复法 不如出家 保住一条命 有些是这样 有些是因为病痛而出家 后知后觉 因为痛苦而出家 通常这些 生活贫苦而出家 或者一般人 经过痛苦而出家 有些人 不知是什么 不知不觉 三种人 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 你属于哪种 我想 后知后觉 也好 未知道是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便不会来这些 除非 从第一天睡到现在 即是不知不觉 蒙茶茶 不知是什么 一直睡觉睡到现在 蒙茶茶 不知不觉 后知后觉 先知先觉 你属于哪种人 释迦牟尼佛 先知先觉 再举个中国的例子 近代的例子 我昨天有没有说过 宏一大师 宏一大师属于 先知先觉 这是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也是后知后觉 宏一大师也是后知后觉 为什么 他经过人生的痛苦 但他知觉得快 有些人做到死时 才是后知后觉 已经太迟 这些属于不知不觉 因为他会 后知后觉 在不知不觉之中死亡 继续 我们分析 这一类的人是怎样的 第二类的人是怎样的 第三类的人是怎样的 第四类的人是怎样的 我们要分析 先知先觉 多个人对目前的荣华富贵 名利权势 深感他的不实在性 无常性 豁然找尋另一条 坦荡游然的云水生涯事 就是他踏上心灵之旅 开发内在精神生命的开始 这些是踏上超脱解脱精神的开始 但不是的 有些人说 我出了家很苦 怎会开始 我现在的生活多好 我出了家怎样的 有些人问我 我说想出家 根据我问了我很多 我想知道我没有一间房 那房有没有自己的厕所 我又不喜欢这么多烦恼 到时我们是否要 我听说什麽叫出波 我不劳动得那麽多 即是他怎样呢 他出家是要追求起码 他有以前的生活享受 你有以前的生活享受 他才想出家 那你出什麽 在财家享受就算了 你怎麽出家呢 有些人说 我又不舍得我孙 有些人说 我又想出家 但我的狗怎麽办呢 你知道我有潔癖 如果出家 我见到有些 出家人不是很干净 我出了家之后 我会作呕 有些出家的人 出家有些越出越开心 有些出家越出越痛苦 有这两种人 看看你属于哪一种 不是一出家就是六根清静 不是一出家之后 就完全没问题 根据有些人的 未成官方的统计 有一半人还俗 顶不住 有人还俗 不是出家就可以 可以 大概这样 出家的 十多年 你开始稳定 所谓富贵学道难 这类人非常少 二千六百年前 印度式达多太子 享受皇宫的生活 集权贵于一身 但他动释人间生老病死的痛苦 发现人生短暂生命的真相 发心出家修行 为尋找 离苦得乐 永脱生死轮回之道 这些就是 先知先觉者 富贵学道难 就算富贵想出家 也未必能出家 顺治皇帝三次出家 是被大臣拔回来的 梁武帝 梁武帝出家四五次 又是被大臣拔回来的 梁武帝 梁武帝相传是什麽 根据野史说 是梁武帝 是斩柴僧 即是僧人修行事上 负责斩柴 是斩柴的僧 而且还有很多 例子 生活富贵的人出家 生活贫苦 一半人 在贫苦痛苦烦恼的困境下 因为常到痛苦人生的痛苦而针 而尋求归于解脱 离苦得乐之道 发心出家学道 生活贫苦而出家的有 他都找不到 尤其是几十年前 他便出家 但这些是后知后觉 同时 后知后觉属于层次 又低一点 因为他没有其他职业 以前谭虚大师 大家有没有听过 谭虚大师 在青岛有极乐子 青岛有极乐子 穿石在青岛有极乐子时 他有一个亲戚 这个亲戚的职业是什麽呢 不妨再说 因为他是贫苦人 这个亲戚的职业是什麽呢 有一个保窩佬 要逛街 以前在香港也有的 五零年六零年代有保窩佬 所以我们有个广东佬 你不要跟他保窩 就是这意思 是因为有保窩佬 窩穿了便不能用 你跟他保了他便能用 你做事不能让别人保窩 就是这意思 保窩佬 这个保窩佬不识字 要求他的亲戚 他的叔 谭虞大师 他说我想出家 但谭虞大师不答应 为什麽呢 当时的保窩佬已经65岁 年纪又这麽大 你学早晚课灵验咒又不识 又不识字 你怎样做早晚课呢 而且戒律你又未必学得到 你年纪这麽大 你学习的智慧又不是那麽高 你不要出家了 他不答应出家 但他苦苦哀求 今天不可以 过了一个月又去求 过了一个月又去求 求到不想走 谭虞大师就做 你这样出家 你不要受巨足界 你永远做沙眉 因为你做了沙眉 沙眉离之后 要受巨足界 要经过三壇大界 沙眉三壇尼界 菩萨界 比丘比丘尼界 要三壇大界 三思七证 要证明你才受三壇大界 你不要受了 因为你又不识字 你永远做沙眉 你肯不肯 肯呀肯呀 只要我出家就可以了 我就肯了 还有一个条件 你做沙眉 就不要在寺院里 在山上 我给你一个茅棚住 我请一位居士 胡法 和你煮饭 你天天就负责念佛 早晚课你都不用学 天天你去念佛 答不答应 写下来 签纸 打手指毛 他真是答应 因为他能出家就答应 他贫苦出家 他觉得生活太痛苦 他真是去到茅棚住 而是有一位老居士 每天住在附近 煮了斋就送给他 他不用煮饭 每天念佛 两年多后 每天都是这样念佛 两年多后 以前的保卧佬 现在叫做沙眉 就跟居士说 你明天不用来 你明天不用送饭 是吗 这位老居士说 当然有老法师来探访你 或是有没有同参探访你 他便没有送饭 没有送饭 过了时间 他心都会哩哩 我没有送饭 你哪有得吃 我看你怎样 就上去找法师 因为他没有送饭 那天 打开门一看 这个保卧佬法师 就站在窗 站在 面向着窗 守着 拿着念珠 已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站在往生 你说 天天念佛 念两年多 便已经见效 可以站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他集中 无疾而终 什么病都没有 是站在那儿 坐在那儿 去世 我听过 最近有一位居士 坐在那儿 中了 或者老日血 或者中风去世 回游 但站在那儿 就很少 还拿着念珠 面向西方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件事 不是我乱说的 记录在影尘回忆录里面 大家明白吗 这些是贫苦出家 有成绩 虽然是贫苦出家 他这一世 结束之后 不用轮回投胎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接了西方极乐世界 是否已成佛 未成佛 他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观音菩萨是他的老师 直至修行 直至他成佛 如果有观音菩萨是你的老师 便不用想 观音菩萨是你的老师 你不想成佛也很难 所以这是生活贫苦的 也有希望 一般的 大部份的人 都是在妻儿 恩爱中 牢牢的虚度一生 有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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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挺好 二孙满堂 二孙满堂 这是今天 以后就不知其事 前生也是可能是二孙满堂 虽然前生是一个孤僻 的一个人 不一定 生生世世 随着你业力转 下一生未必是这样的 永远不能超脱生死 但这些都是在牢牢绿绿虚度一生 能够今生中对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意义 精神的生命的价值 做短暂的检讨反省 亦体验生老病死的痛苦 对周遭发生的人少 环境做短暂的回顾 因为回顾 佛经上说菩萨为恩 众生为果 众生要尝到苦的结果后 才知道苦是人生的真相 能够运用分辨力 改变人生观 转叛这生未来要将走的路程 扭转这生生命要造作 形成现实的因果 而走上出家之路修行 都是很难得 有哪几个会 离亲出家 悉心达本 视为三门 你怎会愿意离开你老婆 你怎会愿意离开你老公 你怎会愿意离开你儿子 虽然你的儿子误异你 但你还要跟你的儿子煮饭 你生了个儿子 要跟他偷孙 你知道 人是习惯偷孙煮饭 你怎会出家 我已经说了十分钟 下次再续 下次再续 愿以此功德 好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在国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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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